假如今年胡人夺得总冠军 NBA会发生哪些变化 首先胡人会超越卡尔特人 成为总冠军数量最多的球队 他们也将成为第一只 从附加赛杀出拿到总冠军的球队 扎姆斯带领胡人完成的0比3逆转 将成为NBA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奇迹 39岁的勒布朗扎姆斯 历史地位将历史性提高 并且将无限接近乔丹 而且胡人今年的这个总冠军 韩金亮也将超越 齐勇大战的历史大翻盘 成为NBA历史上 韩金亮最高的总冠军之一 同时扎姆斯也会成为 现役球员里冠军数量最多的球员 拿到冠军后 珍妮巴斯会官宣 为扎姆斯建造6号和23号两座雕像 并且为扎姆斯退一两届球衣 安东尼泰维斯也因为再次拿到冠军 再也不会有人质疑 他75大巨星成色 打完总决赛后 扎姆组合会前往巴黎 再次爆打约基奇拿到世界冠军 扎姆斯靠着双料冠军 还将直接坐稳 现役体谈第一人的称号 在选秀大会 胡人会通过运作拿到布朗尼扎姆斯 拿到布朗尼后 勒布朗扎姆斯也会正式终老胡人 下赛季 布朗尼和扎姆斯的父子同台 将会在常规赛揭幕战进行 并且胡人的揭幕战的对手 很可能还会是绝金 这场父子同台的收视率 也将直接创造NBA历史记录 除了扎姆斯之外 胡人队的巴尊蕾 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商业价值 都会历史性提高 如果他愿意为日本男男突立 中国男男在未来5到10年 都很难战胜日本 同时 胡人后卫里夫斯和拉塞尔 都将会成为冠军后卫 他们的千万年薪 都有机会完成翻倍 但在休赛期 胡人会继续交易 得到顶级后卫的可能 毕竟下赛季的扎姆斯 已经40岁高龄 胡人必须要为戴维斯 尽快找到下一个帮手 最后各位认为 如果胡人完成历史性夺冠 剧本将会怎样书写